面對外 那在這裡為什麼呢 這隻六角形是子孫萬代 上面有南瓜 各位看南瓜 金粿 這個南瓜很好玩 這個南瓜一體兩面 怎樣一體兩面 它這邊一顆圓圓的 各位它的背面是長長的 我們都到旁邊去看 在那邊在那邊都可以看到 而且在背面那邊 一樣可以看到另外一顆圓的 一個圓的一個長的 那個像木瓜一樣 因為我們的文化裡面的匠師 泉州人 專家人 泉州人的 刻的這個瓜筒 是長型的 張州人刻的瓜筒 是圓型的 各位這個講給你們聽有什麼用 各位你們聽過張權蟹鬥嗎 有 小台餒 好 那我今天 李家 張權蟹鬥 我們李家是客家人 月廣東人就對了 你們殺來殺去干我什麼事啊 可是他們會夾筆金餅乾 他們兩個一起來打我們怎麼辦 真的 就很為難 好今天我們要蓋房子 這一顆 然後這一面請張州師傅來刻 另外一面請全州師傅來刻 這下好了 兩個敵人在磕同一個木頭 那是什麼心情啊 我一定要磕得比你漂亮 比來比去 就這一顆 你看這四顆都非常漂亮 也有兩種風格 那在我對我們地方文化來講 你看客家人 張州人 泉州人 全州人 這個族群融化的一個國定古蹟 很有歷史意義 在我們大溪擺平了 這樣子 另外它還很好玩 它的葉子會磕破掉的 人家會說 你們國地古蹟都破破爛爛 不是 因為我磕得許許如生 連蟲都會幫我咬破掉 這樣子很有自信就對了 再來講 張州人全州人差別在哪邊 張州人說幾隻地 一條豬嘛 幾隻地 全州人說幾隻都 聽過吧幾隻都 張州人說幾隻雞 全州人說幾隻龜 我們殺豬公 這有個罵 張州人說 來來來 全地全牛狙來拜 全地人 全州人都是地都是牛 全地全牛狙來拜 全州人就說 哎呀 什麼全地全牛 他們這樣講話太巧合了 沒有 你們這些鄉州人 張州人 你們這些鄉州人 這樣講話太巧合了 我們就說 鄉都鄉油狙來台 我們各家人 不跟你們吵來吵去的 大方 不過講這個故事 告訴大家說 張州人說 張州人都不通 大家對張州人的影響會比較深一點 這樣子目的 再來我們還有 了 在那裡